接着我们到机场来关心 现在Delta入侵 如何来防堵成了现在国境之门 防疫破口吗 我们看桃园怎么做呢 桃机配合指挥中心 实施边境的检疫规定 还推出了四大的规范 我们带你了解 为了守护国境大门 防止变种病毒Delta入侵 指挥中心宣布边境检疫规定 桃园国际机场也全面配合实施 我觉得防止疫情扩散 这样子是不错的 就配合做就好了 没有问题 来到入境口采取一进一出模式 还有专车接送到检疫地点 旅客也全力配合 知识繁琐的过程 引发旅客有点小抱怨 有好几个步骤 有一点点混乱 有点混乱 好像排队也不是很顺畅 我觉得有点晚 但是就是保护其他人 所以还OK 国内疫情兼换 指挥中心已经宣布13号为解封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呼吁尽快完成机场人员疫苗接种 严峻疫情下人心惶惶 机场公司绷紧神经不马虎 防止国境之门成为防疫破口 人间卫视台北桃园总和报道